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開箱一款限量35隻 市值200萬港幣的AP 皇家帳樹 以6591TI 想深入了解這隻手錶之前 記住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提起AP 大家第一時間會想起 Wired Alt 皇家帳樹系列 而深受市場歡迎的鋼款15500ST 市價只是三十多萬 而計時款市價大約八十萬左右 那大家有猜不猜到 為何這款26591TI的新價格會這麼高呢 因為它是一款技術含量極高的手錶 超敏錶是一個AP的專利技術 他們和瑞士洛蘇聯邦理工學院葵手研發 前後用了八年時間 去將中標界原有的三敏功能加以改良 並且在2015年推出市場 三敏功能一直是中標界引以為傲的技術 用家只需要按下標上的滑桿 手錶就會佈置 用家就算不看標面 單憑換標的三個聲音都可以清楚時間 手錶比時鐘提積細得多 機身只有幾厘米大 可想言之三敏功能的手錶製作有多複雜 AP利用全新的標學構造 令到手錶內部發揮類似吉他共鳴雙角作用 將布時聲效大大提升 整體的音量、音質和音調比傳統的三敏錶更愉异 只是單憑講解 觀眾比較難以想像 所以我們已經預先錄下傳統三敏錶和超敏錶的布時效果 讓大家比較一下 超敏錶的音量明顯比較大聲 而且更加清脆 26591Ti因為用上了這個複雜的功能 價格相應亦較高 今次開箱的26591Ti更是限量版本 表面用上了三文魚色 比起一般常見的黑、白、藍色錶盤更特別 材質作出升級 用上了鈦金打造 比鋼更輕、更堅固 配搭感舒適 雖然全球只有限量35隻 但在罕有的款式都可以在Aristo找到 有興趣就WhatsApp我們預約體錶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